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学生在跟我学八字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辛苦 为什么他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 他们的学习就是老师直接给答案 但是 跟我学八字 我是不太直接给答案的 为什么 我都是只会跟你讲对或错 然后你想不出来 我一定会叫你去找进第几条规则 然后从规则下手 再去找出正确答案 这个是我一概的做法 并不会的针对 说学生就有特别的做法 不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简单 因为 要训练纠错能力 纠正错误的能力 你在跟客人批命的时候 请问客人会给你 只会跟你讲什么 你批的对批的错 你批对了当然没问题 你批错怎么办 你当然要自己修正 请问客人懂八字吗 客人不懂八字 还跟你说这个不对 这个要怎么扣什么 不可能 一切都是要你自己 你自己要来做修正的 而假如 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没有这种习惯的时候 你面对客人 或者是说你帮人家批的时候 人家一旦说你错 你就是手足无措 两八姐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因为客人只会跟你讲对错 还不像老师 还跟你讲天干对 地支错 这一种的 客人只会回答你不对 不像你所批的这样 然后请问 你要怎么纠错 你要怎么纠错 你没办法纠错 所以平常 就必须要训练这一种的习惯 错了 开始去找出自己的错误 然后修正到正确 因为你的客人 他是不会指导你的 因为你的客人不不懂八字 他怎么指导你 他只会跟你讲说 你批的对或批的错而已 对不对 那来讲甚至有些客人 像我都时常碰到 老师这个不是什么客 什么什么客 什么 结果他基本上他自己错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假如 你这一些东西 你都不知道的一种情况下 客人 他跟你讲了 你自己无法判断 这样子你不就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 在学习八字的过程中 没有什么快乐学习 你不要以为 学八字是很快乐一件事 学八字是一个痛苦的事 学生被我骂到臭头了一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平时就没有这一种的 那个能力 他们都是习惯人家直接教他 直接他不会问老师直接给答案 各位 这种学习方法是 那一个很可怕的 因为 这种学生他不会思考 他只他只要错了他就找老师 然后永远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他一定都会错同样的地方 而且永远改不了 为什么 因为 他没有从规则去下手 而且这个规则他从来没去思考过 他从来没去弄熟过 所以这一个这一题他会了 下一题同样的问题他又犯了 他又犯了 所以 就是因为学生有这一种的问题 所以我不太喜欢给学生答案 我都会跟他讲 第几条规则你给我去找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加深他的印象 然后 对这一条规则他才会越来越熟悉 不然永远都错同样的东西 然后跟他讲错同样的东西 他说哪有哪有 我以前的八字里面就没有 结果 当被这样骂到臭头的时候 才知道 完全就是以前的错误 所以这个就是 很多学生没有的一种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就必须在学习的时候 去学起来 因为 你的客人不会教你八字 你的客人不会指导你八字 你的客人只会跟你讲你错了 我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去判断 到底是你批错 还是客人在跟你讲谎话 假设 你连自己纠错的能力都没有 你 只会被客人牵着走 你不要想说你对八字会有什么 体悟、认知 因为里面最基本的 客人在跟你讲的话 你都没办法确定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修正的能力 你不知道 你自己批的东西是对是错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帮人家批命 当客人跟你讲一个谎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被他牵着走 你被他牵着走的一种情况下 你不确定你自己批的对错 你开始在那边自己乱修正一通 你的八字就从此毁掉 因为你的规则就是乱七八糟 为什么规则会乱七八糟 因为你自己本身 没有修正的能力 你不知道哪边对、哪边错 所以你的八字会越学越迷糊 这也就是很多客人他看了我的影片以后 他也这样一样画葫芦去跟人家画 可是他没有正确的一个规则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被他猜对 有的时候 乱七八糟 结果他到最后 因为他不知道对错的一种情况下 他变成迷迷糊糊的状况 到最后就是 一锅中他已经搞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要不要解 到最后他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当然越批越糟糕 所以在学习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被老师骂 总比被客人骂好了 总比你批命的时候 越批越没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要对错 因为你规则完全 不是很熟 你要不要解 客人跟你讲一个话的时候 你都认为他是对的 结果 你对于你自己的八字完全没信心 你也不知道对或错的情况 你这个八字学了以后 我只能跟你讲 只会害你而已 你不要说从八字里面体会什么 人生大道理 要从八字里面要批出什么对方的 什么运势 到最后你连看八字 你都觉得害怕 为什么 因为你的准度 完全失准 为什么会完全失准 因为 第一个你没有纠错能力 为什么要有纠错能力 表示你对你的规则 很清楚 为什么你没有纠错能力 就表示你的批命规则是混乱的 混乱的 当然就是批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 学八字 为什么我非常严厉的原因在这里 学生时常被我骂到臭头 为什么 因为这一块他假如没有用好的话 他的批命 不要说他去帮人家批命帮助别人 他 连自己都帮不了 而且到最后他的八字观念是一塌糊涂的情况下 各位 不要说去帮人家批命 他连看他自己都看不准 到最后 反而你不学八字还没事 学了八字了以后 你会发现到 越来越混乱 越来越混乱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